TWK 哈囉!我是戴依 最近在健身房裝了一台全息機 不是遊樂園那種單純給你測分數的喔 這一台它是真的可以讓你訓練防守反擊閃躲的 隨著反應力的提升 為不斷的增加反擊訓練機器人的速度與組合難度 那練著練著呢我就產生極大的好奇 如果是一位頂級的拳擊手來打反擊訓練機器人 會讓我看到什麼不可思議的景象 那我們歡迎OPBF東太平洋聯盟 超五亮級青年冠軍 洪嘉慶 大家好 洪嘉慶 哇 歡迎拳王大駕工 來來來來 謝謝 這不行嗎 對 可以再試試 去摸一下 可以可以 真的嗎 哇 進不起來 哇 OPBF超五亮級青年冠軍 不得不說真的是做得很細緻的 你看這個鏡子看起來就是 每天有在插喔 有在保養的 那嘉慶想問一下就是 很多人可能對於OPBF 對於超五亮級它不是那麼有概念 就準備幫我們警示一下什麼是OPBF 目前呢 世界的拳擊組織大概有 IBF WBO WBA 跟 WBC OPBF呢就是在 WBC 亞洲旗下的一個東太平洋聯盟組織這樣 嘉慶就是在2019年台灣史上就是所謂拿下職業拳擊的金腰帶的選手 嗯 好的 那拳王 準備好今天要來征服這台野獸了嗎 OK 來吧 今天的裁判 初題關是由UFC電視全屏 One Champion Ship 主審裁判進行室館長Camp來擔任 依照世界拳擊與格鬥界的傳奇人物技術風格設定至反擊訓練機器人類 第一關就要來挑戰日本怪物 錦尚尚米 21戰全勝 而且有18KO的一個紀錄 28歲的錦尚已經是日本全盤的中流砥柱 WBA 以及IBF的世界冠軍 在54公斤左右的量級中 他卻擁有著超量體的KO能力 推毀了多位挑戰者與前世界冠軍 他非常注重基礎的基本動作 隨時可以打出完美的一拳 像是body shot 以及後手直拳的這些 這些都是他的招牌武器 我們這第一關要怎麼設定這個組合拳 因為錦尚他是非常頂尖的業餘出身的選手 轉戰職業 他非常注重的這種職拳 以及這種前手勾拳的一個基本組合 其實就是他最大的特色 所以我們會設定多一點這種 123 23 23 232的這種連擊的一個招式來對出他們 這個概率的徒弟 你覺得他會不會陷入 哇 這台現在這個對他難度稍微高一點點 因為其實這個機器可以調速度 可以調不同的一個各種的角度來出拳 那概率當然他實力也越來越強 但是我們今天挑戰的是模擬拳王的一個速度 所以他必須要真的皮要繃緊一點 哇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嘉慶 你覺得對他來說是小差一點的 嘉慶他的轉速以及他的這種靈活閃躲能力 當然在台灣可以說是數一數二 所以很期待他可以在第一次打這個機器就能破台 第一題喔 聽說是日本怪物獎上的上門 三個量級的冠軍 打法細膩 而且他的直拳啊 每一拳的爆發力都很強 就我們可以看他身形瘦瘦的啊 但是每一拳的POWER層 然後基本動作都非常扎實 嗯 我預計等一下可能會勾拳的話 我可能閃沒那麼快 我防手拿好 可能做幾個搖閃 閃過他直拳之後 可能擋著就直接進攻了 我等一下應該會用比較多這種策略來應戰 請上上你 日本怪物 來吧 要到最後的洗凌 記得每次炒金 炒金 還是倒何時 便可 這個 億 го 我用不住 你無法建設 你無法建設 溫暖 但你無法建設 第一關就是怪物 其實它的打法非常穩重 步伐都貼得很緊 它的拳要注意的也是勾拳 我會應用非常多的閃躲跟腳步去試看看 Let's go Woo 我打完之後第一個感覺是戴著口罩真的很穿 速度真的很快 就是完全感覺沒辦法去預判說他什麼東西會來 我剛剛一直在訪 左勾完了 右勾要來了 沒東西 預判錯誤 然後就被直拳打了幾下頭這樣 哇 很不錯感覺怎麼樣 跟平常在練習的感覺都不一樣 他的節奏需要體重安全 那我們就是跟嘉欣打完 第一題要來請CAMPER哥幫我們兩位講評一下 看什麼 很需要改進的地方 有兩位拳都打得非常棒 那因為井上他是有點中長距離非常強 轉到近身都會抓他這個身體的勾拳 那像蓋藝剛剛做了很多的就是近身格擋之後的反擊 就是用自己肉量跟他對幹就對了 沒有在那種閃躲在移動 就是用肉在跟肉緩 那基本上他的攻擊力道以及這種閃躲的技術 其實在近距離閃躲不要被打通要害的能力 都已經非常棒了 那嘉欣做得更好一點 他的腳步移動得非常靈活 然後他做更多讓對方更難預判的一個組合 對他的組合是非常自然 他沒有說一定這一拳要怎麼拿起 他的reaction就是非常流暢 而且他會微微的切到右撇子對手的外側 緊張說他是右撇子 所以他前手的外側 這是作品鑽進去攻擊最好的一個角度 第二關 UFC的前新量級與量級冠軍 Conor McGregor McGregor他是MMA界影響力最高的男人 並且他的拳擊技術 在前UFC當中是數一數二 他過去也曾經跨界與Mayweather 打過一場拳擊的世紀之戰 賺了相當高的知名度以及超標的 站左架他非常善於利用自己臂展的優勢 來壓拨對手進行這種交叉反擊的一個技術動作 看不看這第二關要給兩位選手出什麼題目 McGregor是一個左撇子選手 所以他的這種前手拳 來控制右撇子對手的能力是非常好的 那他的平勾拳以及三多的反擊也很好 所以待會會更多的這種水平進來的一個組合 要他們來做一個防守反擊 哇 來到第二題 看到McGregor McGregor我覺得他的打法是很擅長 就是前手之前超長距離的打打進去 所以我等一下我覺得這根應該是很可怕 最需要防守的 應該這次會以閃躲為主的攻勢就對了 應該會以閃躲為主沒錯 就是閃躲因為他距離很長 可能閃完之後要非常小心他的勾牆 要趕快可能拉一點距離出來 再進去打 快速飛機 可能沒有辦法站在影地太緊 就變成移動可能會多一些 了解 該期待你的表現 McGregor 來吧 快速飛機 加速摸 在啦 哇 在那裡 站起來 太多了 飛機 加速皮 加速 我們 1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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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第二關呢 可能比較注意的是它的hook 可能會多一點hook 然後我會抓一些hook的板機 跟腳部的隱位 那我們就來吧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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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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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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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哇 剛剛看了McGregor 右直拳 Campbell哥真的是放蠻多進來的 前手自拳就是一隻私下對手的壓力 那對方喘進來內圍跟他打的時候 他邊退的這種左右勾拳連擊 也是他在輕量級冠軍腰帶上 就是擊倒對手的一個黃金組 到第二關也比較熟悉這個關子 這個節奏 跟Microly本來熟了 算啦 因為他也是左架 但我也是左架 所以抓著這個預判的距離 可能稍微可以慢慢去調適 然後我期待第三關 這個回合我看蓋伊的組合的變化性 有變多很多 可能是參考前一回合 加輕的步伐移動 整個感覺變化性又猴落了起來 蓋伊的閃躲是不是 而且他這陣子跳升 哇 進步非常多 所以他腳步的移動 哦 絕對可以就是跟著上這種 拳擊的這種步伐移動的節奏 所以這是相苦相成的 那加輕沒辦法講 他的遇到反架的對手 他一樣可以切到很漂亮的角度 抓更多的body shot 跟上勾拳的組合來攻擊 就是我們今天設定 這個馬格格爾這種戰鬥節奏的一個對手 我們期待下一回合的到 我們到第三關了 我們要挑戰 Floyd Mayweather 他是擁有50戰全勝27KO完美的戰績 他在全勝的時期也拿下過多次拳擊四大組織的世界冠軍腰帶 可以說是拳擊史上最會打得分與防守反擊的選手 才能這樣保持他不敗的精神 生涯累積超過10億美金的收入也稱霸了 務必是運動員累積收入的防守 第三關我們的 Floyd Mayweather 他會做更多的這種防守反擊的節奏 所以我們在攻擊的空檔 其實我會見一些讓他們 嘗試主動進攻的一個機會 可是馬上你一進攻完 他反擊又來了 所以這一關其實蠻多陷阱在裡面 現在來到了第三關 Mayweather Mayweather基本上就是世界頂級的傳奇人物 基本上無懈可擊 非常擅長打防守反擊 而且他防守能力非常非常的強 我看過他很多都直接硬扛下來 然後就是若無其事的樣子 游刃有餘然後直接反擊 硬扛下來這個風格是不是跟你有點像 跟我真的是天差地遠 他的硬扛跟我的可能不太一樣 他除了扛之外他又很會閃 又很會閃完之後反擊 就是反應力非常快 所以我就說基本上就是無懈可擊 所以我已經這回合我已經有所準備了 既然閃過 那我就吃下來吧 沒位色累了 沒位色累了 打到12回合了 第二回合 對 不能再放技能囉 對 不能再放技能囉 對 不能再放技能囉 對 不能再放技能 沒有狀況 那不行 哎呀 好 第三關 夢幻組合就是跟我的梅威射檔 那梅威射呢 他的Ride to Ride 是非常的密集的圈 所以我在抓的時候呢 會多一點 不是一樣 擋完之後再去做板子 而不是說腳步再多 那我們就來吧 Go Ride VER Ride ingl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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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三題倒了 真的很喘 我覺得這一題 蠻陰險的 在很多快速出拳文組合 我以為有空檔的時候要進去 可能盾一下馬上又來一個組合 打得我有點措手不及 我有點想要就是 去嘗試就是像家禽一樣 就是攻一個勾拳 但是有時候蹲閃來不及 太慢了就直接吃到勾拳 這一關呢他的拳能非常明明 就是比起一二關來說 他的 Ride Hook Ride Hook都非常的多 再做一些三度的反擊 其實也是比較困難 所以我只能做一些遠地的 防守反擊 一到第三關 兩位選手都已經很適應 這個拳擊的反擊機器人的節奏 他概異的打跟防之間的連結 這很緊密 這已經比前兩關好很多 加進的話 因為這一回合打得比較謹慎 他步伐移動相對於前兩回合 稍微少一點 那是因為 這個組合有點像是 右撇子會去剋左撇子 一個卡住他的位置的角度 所以他那個前手勾拳 如果一直卡左架選手的外側 他捏很容易繞到外面 所以Forever的他在打左撇子 打右撇子 他都有一套自己的 擅長的一個 combination 來對付這種 左右增加肩價的選手 最後一關大魔王 就是我們的Manny Pacquiao 他身要累積了69戰 60勝 39KO的瘋狂的一個紀錄 他城市很快八個量級的 世界拳王 可以說是菲律賓國民的精神領袖 在他比賽當晚菲律賓 全國的犯罪率降低到底 一通報案電話都沒有 在全級擂台上 他非常懂得利用 他這種左駕靈活的一個移動護法 包含他在生活當中 吃飯寫字他是用右手 但是他運動的時候是用左手 正因為他能左右開攻 更能靈活打出 如同機關槍般的連擊 這關的設定是怎麼樣呢 因為Manny Pacquiao 他又回到左駕的選手 他的特色就是他爆發力非常強 而且他的組合左右開攻 會連貫的轉速很高 所以等一下 我會說兩組高連擊的一個組合 然後他們要試圖防守完之後 在中間找控擋做反擊 第四題了嘛 我想要來拚個閃躲看看 看一下我能不能搖閃完 馬上後閃或是接蹲閃去進攻 剛看家欣那麼算 試一下 看一下我的閃躲怎麼樣 然後 要說抓空擋的話 看他可能停下來的瞬間 我可能進去 啪啪兩圈 就退出來 觀察一下再閃躲看看 練一下閃躲 來吧 Manny Pacquiao 出發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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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來到最後一關 那可以說是每一關都 都越來越精彩 那個拳越來越豐富 也是會在這過程中呢 去找尋自己的步伐和範疾的方式 OK 那我們開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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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四關打完了 這一關 連續勾拳真的有夠難應付的 因為第一個如果蹲閃超級累 然後後閃的話你又很難抓節奏要進來進攻 我想進來的時候可是可能左勾拳閃完要進來的時候 又有勾拳就來了 確實有難度啦 那也越打越有心得 所以就越有機器 那我看到你很多時候是 格擋的同時做反擊 跟連續搖閃完的連續出錢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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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六下七下 哇看得好精彩喔 因為畢竟在場上呢 對方呢 出多少拳 必須要加倍奉還在反對 好 最後最後我自己有個非常好奇的問題 想要問一下家庭 因為像我自己打過一場 就是業餘的踢拳比賽 Temp哥是我的較量 然後我知道 就是站到台上的那個壓力 跟在台下準備時候的壓力是非常大 我那個時候就是可以感受到我心的 然後手會不自覺會有點 戰斗的感覺 感覺壓力非常的大 然後更不要說是家庭這樣 就是職業的拳擊手 那個壓力真的是一般人無法想像 所以我非常好奇 就是家庭是怎麼克服這個壓力 然後站到台上去保持平常性 其實壓力跟緊張 這是每一場一定會有 不會說你打了好幾百場就不會有 所謂的緊張就會引起你的壓力 你一定會有想要打得更好 所以你會期待上會 讓自己會壓力比較多 但一開始的這種壓力跟打了幾場過後的這種壓力是不一樣 一開始你的會是比較 期待會多一點 因為你沒有上過程 所以基本上期待會多一點 因為你不知道結果 你不知道過程是怎麼樣 讓自己內心會很恐懼 那你必須要去面對 這是一開始的時候 那你習慣了之後呢 也許後面的壓力會減少 但是你會對自己的期待又更多 所以在面對每一場比賽 其實找自己的方式吧 我的方式可能就是 比較安靜 喜歡安靜一個人 對 安靜一個人 對 獨處 然後靜下來 靜下行為比較 比較適合 沈澱一下 好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OPBF 新人網 家慶 以及 天馬哥 來幫我們出題講解 那如果想認識家慶多一點的人 可以去他的Facebook 跟Instagram都有 在這邊 大家可以去Follow他一下 幫家慶加油打氣 跟他學習就是 心靈層面的強大 心靈跟肉腿上面的強大 那如果想 不敢說太多了 那如果想認識 Camp老師呢 想認識 就是我的T拳教練 Camp老師的話呢 可以去Follow進行士 或者是他我個人的那個Instagram 大家可以去Follow一下 就是 高 帥 強 又溫柔 的一個教練 那該如果想要 玩這個 拳擊機器人的話呢 想認識拳擊機 多一點的呢 他的連結呢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跟字頂留言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去他們的官網參考看看 入手一個回家自己練看看 那如果練練 你真的很有興趣想要精進自己的拳技啊 或是T拳 綜合格鬥技巧的話呢 兩位教練 大家都可以直接私訊他們 等疫情結束 我們來好好的大家練一波 釋放一下 這段時間累積的一些負能量 把他轉成正向的能量 那就期待大家一起踏入 不管是拳擊或是格鬥這個領域 非常迷人的一個領域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江戴一 嘉慶 我們下次見 掰掰